究竟去過哪個大墓? 是不是太平鎮的基家墳? 快點說! 秦鶴明他用力想推開撞撞 不過他哪個能夠弱先的? 你…你快放開我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說的是什麼 我這個時候都看著皮八五 老皮 你們是不是有意瞞著我? 你們究竟得罪了誰? 你們應該心中有數的 啊? 得…得罪誰? 哎呀,大力 你想多了 我…我真是不知道我自己得罪了誰啊 見皮八五都口疼疼 我就知道中間有秘密 我看著在場的這班人就說 這件事明顯是針對你們的 為什麼偏偏是你們五個? 你們五個都不懂得苗長林嗎? 在場這班人個個都有另頭 我的目光逐一掃過去 當我看著佐成衣的時候 她的眼神告訴我 她心虛 支持屬於蔡凰 歡迎收聽 晨舟二時沃 演播 林志浩 十日山金 老程這個時候又打電話給我 他親自帶突擊隊進來 我就跟他說了 老程 你一定要小心 記住 一定要打頭打心臟 打別的位置沒用 哦 放心 我們這30個人已經沒有裝到牙齒 體力強 防護到位 火力夠猛 放心 我們一定會把你們救出來 未接到我通知之前 哪裡都不要去 安心等消息 老程 等你勝利的好消息 對了 你們對港用什麼頻率 哦 公開專用頻率 實時通訊不會斷的 說完 老程它是吸線 我馬上將對港開到警察專用頻 就聽到老程叫了一句 全體都有 出發 我馬上拿對港機的大聲叫 各位手足 你們小心 哦 收到 放心 我們都不是留的 等我們好消息 對港機裡面 開始傳來 開門聲 腳步聲 我坐在沙發 閉上眼 好像聽著現場直播一樣 腳步聲 開始了沒多久 就響起戰鬥的聲 有槍聲 有手榴彈的爆炸聲 有火焰噴射器的聲 他們應該是去到地下的富龍超市 不過 行動進行了沒多久 很快就不對勁了 因為 我已經聽到有人慘叫 只聽見老程大聲在喊 咦 掩護 掩護 我去救人 密集的槍聲 夾閘著手榴彈的爆炸聲 還有 老程很急速的呼吸聲 都傳過來 接著 又聽到老程在喊 豈有此地這幫畜生 替我開火 替他們幫命 隔了一會 我又聽到一聲慘叫 總統套房裡面 所有人大氣都不敢休息 我的心跳 快到快要跳出來 我知道 突擊隊今次遇到麻煩 接下來 慘叫聲 一浪接一浪 老程大叫 撤退 撤退 互相掩護 撤退 隊長 你撤退 叫你撤退就撤退 我來掩護 給我 火焰噴射器 我 再接著 我又聽到那些火焰噴射器 符符符噴火的聲音 但與此同時 我仍然聽到 野獸的腳步聲 和炮烤聲 火焰噴射器 似乎不能夠令那些殭屍即時摸一條命 都好在 老程他沒有死 他還在大聲喊 快點 撤退 不要猶豫 不要回頭 然後 是喘息的聲音 跑步的聲音 最後 是巨大的爆炸聲響 那十幾分鐘之後 我的手機又響了 大力啊 我們 失敗了 起生了十個兄弟 老程啊 我聽到了 其實 已經是很好的結果了 撤退他 那些畜生 根本不怕火燒的 那些火 只能夠燒著他們的衣服 他們頂著火 還可以衝鋒 我們的兄弟 根本是頂不住的 老程啊 你自己沒事吧 哦 沒什麼大件事 小隊那裡 被那些殭屍咬了一口 不過呢 我一槍 就打爆了那隻殭屍的頭 那隻的爛彈啊 周身都是火 你竟然還可以咬到我的 我來到近了 都聞到那些烤肉的香味 他們不知道是痛的嗎 老程 你現在趕快處理傷口啊 我沒什麼大礙 細菌感染很厲害 快點用抗生素啊 再遲些 你腳都沒有了啊 不是吧 這麼誇張 就是這麼誇張 一秒鐘都不要擔心 老程 我不是嚇你的 我們這邊 已經有人因為擔心治療 摸了手了 哦 好 好 好 我現在馬上去找醫生一下 老程呢 馬上去修善 我看著所有人就說了 突擊隊 突擊隊失敗了 我們又犧牲了十個同志 看來 靠傳統武力呢 搞他們不行啊 除非 用到些大威力的導彈 遙書就馬上說了 這樣不現實了 用城是國際化的知名都市 在這裡有幾百間的外資企業 世界五強在這裡周圍都有分公司 如果你在這裡用導彈 這樣會將容城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再說吧 這個是民事事件 還未到要動用軍方機器的時候 內部的事情 我們警察完全可以解決 不要忘記了 我們都有武裝警察部隊的 秦康明這個時候大大聲地說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們警察部隊搞不定這件事 盡快交給軍方處理 豈不是更加好 老皮 你怎麼看 皮八五的時候就說了 嘿呀 秦康明 軍隊你開的嗎 你說調動就調動嗎 如果軍隊這麼容易可以調動 國家會亂大龍 調動軍隊是需要通過國家的最高首領才行 你以為你自己是誰呀 秦康明 綠實皮八五就說了 老皮 你想不想出去 我當然想 問題是家屎出不到 你急都沒用 對不對 我想回去 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 嘿 你想回去 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可以支持你 秦康明 又看著欣春麗 欣十三 你和我 這麼久的朋友 你支持不支持我 欣春麗 顏顏顏顏顏顏顏 好 我支持你 左成衣就即時說了 不要問我 我也支持你 笑笑亦都說了 呃 如果你想下去的話 我也支持你的 但是呢 我先說定了 我不跟你一起下去的 只聽見這個時候 睡房裏面 沒有大朗他 咳了幾聲 跟著就叫了 咳咳咳 整個屋人都支持我 你為什麼就不可以放我下去呢 秦先生 大家支持你 只是因為和他們的利益不衝突 你下去有危險 他們不用揹飛 你就算死了 他們不用笑元寶蠟燭香給你的 你明明我說什麼 大力 你也不用笑元寶蠟燭香給我的 秦先生 我是警察 保護你是我的職責 我不用你保護 我只需要你 拿條繩 扔我下去 我想回家 這裡 我一秒鐘都不想再留 我不想再見到你們這班人 還有那些 這麼可怕的殭屍 秦先生 你冷靜一點 好嗎 撞撞的時候就笑了 哈哈 陳先生 他崩潰了 抗壓能力太差了 姚雪也說了 陳學明 我們要對你的生命負責 知道嗎 我們現在放你下去就很容易 但是去到半老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你的安全 在這裡 你們可以保證到我生命嗎 一旦那些殭屍衝破防火門 我們都要死 這棟的爛鬼門 擋不住那些殭屍 只在這個時候 三十六樓的防火門 開始冰冰棒棒有聲響了 秦學明按住我 大力 放我下去 我們投票決定 好嗎 不同意我下去的 舉手 好 我看著秦學明 舉一隻手 壯壯和姚雪也舉手 但是其他人 沒有來反應 很明顯 這班人 是想等秦學明 行先死先做炮灰 萬一 他可以順利落到地下 我們又多一條逃生的通道 如果他這麼不幸死了 正如我所說 不用幫他燒完保蠟燭香 何樂而不為 秦學明這個時候 打側頭 大力 小數服從多數 我們開始吧 秦學明 你家屎的人不多理智 情緒失控 整個人崩潰了 快點吃回鎮定藥 安定之類的東西 冷靜一下吧 屁 我在狼中 我給你清楚我需要些什麼 你們聽聽 那些薑屍在你撞門 防火門撞開了 大家就抱著一起死了 我們差不了多久 秦康明一邊說 那些薑屍呢 繼續對著防火門不停地撞 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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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個個 默默地看著 情緒失控的秦康明 秦康明這個時候 大聲地說 快點放我下去 快點放我下去 小數服從多數 什麼現在連投票都不作準 不放我下去嗎 行 我自己跳下去 大力 是你們逼我自殺的 你們個個都有責任的 一邊說 他自己拿條繩 綁緊自己的腰 然後爬上窗台 你們幫不幫我手啊 你們不幫我手的話 我就跳下去了 見到他這樣 我一口氣 看著莊莊說 唉 莊莊 我們兩個 扔他下去吧 莊莊呢 咬咬頭 拿著條繩 秦先生 那你自求多福了 好啊 我來到窗邊 配合著莊莊 把秦康明慢慢慢慢地倒下去 我整個人 站在窗台那裡 看著外面的秦康明 去控制向下放醒的速度 秦康明他很開心 就是這樣 一路倒下去 由36樓 一路下降去到31樓 忽然之間 有個窗打開了 伸了手出來 直接把秦康明 拖到房間裡面 糟糕 我即時大叫了 喂 莊莊 快點 拉回頭快點啊 我和莊莊出行力拉 很快就 條繩啪一聲 斷了 我整個人在窗台上搭回來 我知道 秦康明他玩完了 不過 我還在爭扎著爬起來 爬上窗台向下看 我看見秦康明 出盡力爬出窗口外面 但在他身上還有大量的殭屍 只聽見秦康明不停在喊 開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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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情況 怎麼開槍啊 秦康明他叫了一陣 撥在窗台那裡不動 他已經被殭屍鑑沙咬死了 他條頸 那些鮮血好像噴泉一樣噴出來 頸動脈被殭屍咬斷了 他的屍體 就這樣浪在窗台上面 過了一陣 那些殭屍呢 又把他的屍體拉回進去 我從窗台跳下來 看著大家就說 秦先生死了啊 皮八五 丟一丟的頭 可惜 少了一個好狼鐘 少少這個時候就說 還有我 我可以幫武大郎去輸液的 啊 姑娘仔 你懂得用藥嗎 嘿嘿 我是讀正經的醫科大學 只是未畢業而已 秦康明的死 除了我 莊莊和姚書之外 這間總統套房裡面 其他人似乎都很開心 為什麼呢 難道就是因為 秦康明幫我們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 此路不通 歡迎收聽 神秋二時錄 演播 林子豪 十日山金 第257集 秦康明的死 可以說是毫無價值可言 他的死 莫說浪花 連連蟻都沒有 時間 已經來到早上十點 我們把那隻 在總統套房裡面 紮到實的殭屍 扔入在我室裡面 把冷氣開到十八度 這時候 那隻殭屍 援力已經下降了一半 我覺得 如果溫度降到零度的話 他是必死無疑的 接下來 我們無計可思 唯有在客廳那裡 吃一餐邊爐 養精畜蕊 打邊爐 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食法 我們北方人 習慣 蘸麻醬 腐乳來吃 南方人 喜歡點蠔油和蒜蓉 反正我們 吃鴛鴦鍋 有辣有不辣 我喜歡喝可樂 有人喜歡喝雪碧或者昏達 反正我們這一島 團夠半個月的夥食 有得吃有得飲 也不用那麼閉藝 吃完飯 我們大家都睡一覺 整晚沒有睡 我一覺就睡到下午四點 我醒來的時候 撞撞他們還在睡 武大郎就醒了 坐在椅子上 看著總統套房的大門口 我伸了個懶腰跟他說 武大郎 武大郎 你現在見得怎麼樣 沒事了嗎 噢 恐了很多 先少少幫我換藥 這個時候 有個舒逆瓶掛在吊燈上面 武大郎他坐在吊燈下面 那隻殭屍 已經由餓室移回來客廳 餓室裡面應該住了人 這間總統套房 一共有三間餓室 每間餓室都有衛生間 客廳也有衛生間 住起來很方便 我們這麼多人逼在一起 也不覺得麻煩 我和壯壯的做廳長 皮八五和武大郎睡在主我室 搖說欽春麗一間房 少少和佐成一間房 這個時候 撞撞他還未醒 躺在沙發上 抱著枕頭 睡到腳腳一聲 我繼續問 武大郎 其他人還睡著嗎 外面的殭屍 好像沒有再撞門了 是啊 撞了我十幾分鐘就沒有撞 不過呢 我總是覺得他們 不會這麼簡單放棄 武大郎 你老老實實回答我吧 你真是不知道誰是莫學黑手 武大郎看著我 好認真地領領頭 大力 王Sir 我真是不知道 究竟是誰這麼狼胎 我真是想不到 幕後究竟是誰搞鬼 那傢伙 竟然同一時間 和我們殷八門五個門派有仇 外家的苗老闆 我們殷八門和他 大難也撞不起來 你如果知道是誰的話 千萬不要隱瞞 我總是認識你們 有秘密沒有說出來的 是不是有什麼隱情 嘩 有什麼隱情 沒有啊 我真的不知道 王Sir 你相信我 我不會說謊 聽武大郎這麼說 我領領頭 嘆一口氣 走到那隻 被我們摘成腫的殭屍旁邊 只見他 累在地上拼命掙扎 對眼 好像兔子眼一樣 目露空光地望緊我 我解開 看他後腦的布條 然後把嘴裡塞住的毛巾 摸出來 他即時抹大嘴對著我 猛地叫 不過 很快他沒有力了 他太久沒吃東西了 應該是低血糖 武大郎看到我這樣的舉動 即時就說 喂!王Sir 你搞什麼鬼啊? 我 怎麼可能餓死他 蛤? 怕此 起碼要一個星期 餓死不至於 我感覺 口乾可以口乾死他 他的底都是人類 嗯 有道理 他已經受不了 你看看他 一些精氣神都沒有 沒有 武大郎聽我這樣說 也站起來走過來 蹲在那隻殭屍前面 看看 那隻殭屍有氣無力地 對著武大郎喊了一聲 然後馬上倒下頭 趴在地上猛地喘氣 嘻 你看看他 現在也不用封住他的嘴 只要你不要愚蠢蠢 送隻手埋在他嘴邊 他都沒有力去咬人 看來呢 食物和水 對他們都很重要 哼 關鍵是 樓下那個超市 有大量的食物和水果 每個大超市裡面 有個這麼大的冷庫 吃一個月都吃不完 來吧 第258集 聽他這樣說 我忽然間凌機一動 欸 武大郎 你說那些殭屍呢 是喝瓶莊水 還是自來水的 段故他們沒那麼聰明 懂得煲水喝的 欸 我們做個實驗吧 蛤 什麼實驗啊 喏 扔這隻殭屍進去廁所 我們看看他 究竟是喝瓶莊水的 還是自來水的 喔 王Sir 你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發現 那些殭屍是喝自來水的 那我們都可以在自來水裡面 落毒了 是不是啊 嗯 沒錯啊 事不宜遲 馬上實驗吧 武大郎用右手 插十把斧頭 我就幫那隻殭屍 解開條繩 那隻殭屍 雖然得到自由 不過他沒有了力 想爬也爬不到 於是 我扯緊他的頭髮 扯他進去廁所裡面 跟手 那時候 我在洗手台 擺一瓶瓶 滋裝水 又擺飲料 看他怎麼選 過了大約十分鐘之後 那隻殭屍呢 爭扎著爬起來 一伸手 扭開了水龍頭 趴在洗手台那裡 便驅出來了 כ 我看著武大郎又笑了 誒 德偉 那些殭屍呢 喝自來水的 噢 那這個也容易理解 畢竟那些自來水裡的孤獨 就是殭屍的根本 喝自來水 很可能是源於本能 是啊 那麼我們就可以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 我們在水箱裡落毒 豈不是可以毒死一大批殭屍 我覺得你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 只但是水箱在地下二層 我們根本不清楚下面的情況 地下二層會不會是他們防禦的重點 怎麼樣 突擊隊去到超市都糟糕了 難道還要再去停車場試一試嗎 武大郎 不可以再死人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利用那些 還未完全殺去理智的準殭屍去做這件事 卑橫苗長林的老婆 看看她能否幫到我們 沒用的 我們想得到 對手也想得到 我覺得她沒什麼機會 讓我們接近水箱 萬一她真的想不到 一個會在水箱裡落毒的人 會防備其他人都在水箱裡落毒嗎 大力 不要低估你的敵人 那難道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哦 其實沒那麼麻煩的 我們可以叫自來水公司配合一下 由外面的管道落毒 那就搞定了 大廈的入水管道應該是有佛門的 完全是可以不露聲色地在外面落毒的 嗯 沒錯 你說得對 我們正在聊天 那隻殭屍喝完自來水之後 那隻殭屍喝完自來水之後 忽然之間好像整個男人回來了 那樣 直到撲上前 我捉住他的手 一下過肩達 把他打在地上 然後按到實 武大郎一斧頭砍下來 就把那隻殭屍的頭砍開了 那些古蟲又要全部拋出來 在外面組成一個大腦的形狀 這個由蟲組成的大腦 有些電光在閃閃閃閃 五彩斑斓 不過 那些蟲暴落在外面 沒有了生存能力 不用理它就可以了 我這個時候 拿個手機出來 指一指外面 武大郎 我先去打個電話 嗯 大力 記住 這裡 除了警察 所有人都有嫌疑 我想蟲頭 走出去外面 打通老程的電話 喂 老程 是我 大力 來 詳話短說了 我有一個想法 在自來水裏面下毒 哦 自來水下毒 啊 我明白了 嗯 直接在管島下毒 至於是拿什麼毒的話 你就自己研究一下 我等你消息一下 收到 我現在馬上匯報 這個主意真是不錯 不過 不過 那些蟑螂 真的要喝水嗎 是啊 我們觀察過了 他們要喝水 而且只喝自來水 嗯 那就太好了 大力 你立了大功 你十萬火急 不跟你說了 我現在馬上向上級回報 不論 及了事 不論 及了事 可能是有事 怎麼不可以 我還是監目的 我 公友 今天 還未不能